大家好,我們又見面啦 大家最近過的還好嗎? 好,那最近台灣的疫情好像開始有變 就是真的有變得越來越嚴重 現在也是每天很準時的就是在鎖定 然後還有就是一直有去掌握去追蹤說 目前現在台灣疫情的狀況 那真的也是醫護人員真的也很辛苦 那希望說醫護人員們 你們就是也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大眾節目主題 就是如果說主動聯繫斷連中的那個人 那麼會如何呢? 那這一次的解讀的內容的話 主要是針對說你去找他之後 那他會怎麼做 那以及就是他會怎麼想 所以有時候有可能 他怎麼做跟他怎麼想 有時候可能會是相反的 有時候有可能是不同的 就是有時候有可能是一樣的 所以就還是要看你們選到哪一組牌 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的話牌面上總共有三個選項 有左至右 就選擇你直接的那一張牌 好,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大眾占卜囉 好,我們來看就是選到這一組 五八族的朋友 如果你主動聯繫斷連中的他 那麼他會如何呢? 好,我們來看就是在上方驗證牌部分 上方驗證牌的話是你們之前的一個感情 或是相處的情況 這邊的話我們抽到的是 前臂五、前臂七、還有全葬皇后 這邊的話我們從牌面上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在你們之前的一個相處情況的話 就是有一方是特別會去包容另外一方 比較不好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個性 或者說可能沒辦法一直陪你 又或者是可能沒有辦法照顧你 又或者是可能 在於個性上、習慣上 或是說在於想法上、思想上 就是說你們兩個之間都是有一些還蠻大的落差 甚至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是自己在跟一個木偶交往在一起 就是會變成說你們一直都是 比較是那種比較有智慧 然後你們也是比較主動 然後比較包容 然後想要去好好的經營這段關係 都覺得好不容易都在一起了 那麼就是應該好好的包容彼此的部分 但是對方他就好像總是沒辦法好好的包容你 或是甚至他有時候可能都會有一些比較 讓人覺得不愉快的一些反應 甚至有時候可能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在獨撐的這一段關係 就是在於你們面對爭吵 或是說可能面對每次冷戰時候 都是你可能主動低下頭來 或是你基本上是你主動去跟對方道歉 雖然有時候對方好想他也是會對你會有一些 呃自歉的表示啦 或是他可能真的是想跟你撒嬌 或是他有時候真的心情一來的時候也是會主動的跟你道歉 但是其實基本上每一次的爭執爭吵 大部分可能都是來自於他的部分 因為就是很常你們所爭吵的部分的話 其實都是一種比較小事或是可能都是一些比較無傷大雅的事情 就是他會不自覺把一些小事情都放大 甚至有時候他會不自覺的把一些比較瑣碎的事情 然後把它看得好像很嚴重 就是他這個人容易就是在跟你們這段關係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是會小提大做 然後他自己本身在於個性 或是說在於處理情緒上面的部分的話 又是非常的弱 或是說可能又是非常的會讓人覺得不舒服 所以其實你自己在看待這段關係 跟面對這段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經常也覺得非常的累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對方好像都一直沒有心想要去經營這段關係 那你又會一直想說這段關係其實真的也很不容易 所以你都會想說 兩個人既然有緣分 或說兩個人真的是難得可以相遇 那也不希望說就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然後就讓這段關係最後面就是走向一個結束 或說也不想那麼輕易的就讓這段關係就是 就是離開了你的生命 因為你自己也很捨不得 那你自己本身其實也真的很愛這個人 所以你才會一直不斷的去包容他 然後會一直不斷的想說 要如何去經營這段關係 所以其實你在面對這段關係的時候 你自己本身其實在於說 一個壓力或是精神上也是還蠻大的 然後你自己也很常因為這段關係 會讓你覺得很焦慮 或是說可能真的是覺得很痛苦 然後甚至有時候也好幾次 你可能真的都想放棄 但是每次當你可能表面上說你想放棄的時候 但是你自己一個人你會覺得很難過 很悲傷 因為你又很捨不得這個人 很捨不得就是讓這段關係就這樣結束 好以上的話就是選到這一組牌組朋友 你們驗證牌的部分 那如果說有符合到的話 就表示這一組牌組訊息是要給你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可能要麻煩起你們選擇其他的牌組囉 好那接下來看到就是如果說有符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主動聯繫一段聯中的那個人 那會是如何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抽到是結智牌的正位 還有就是保健二的正位 以及就是缺帳九的正位 好那在這邊的話 如果說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 或許你們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對方會給你一些還不錯的回應 或說可能對方會給你一些 會讓你覺得蠻舒服 或說可能會讓你覺得好像會有一點希望 的一些的訊息一些的感覺 那其實看得出來說 對方其實他還是仍然把你當成一個很好的朋友 或說可能對方還是想說你這段關係其實就是已經是個結束了 他其實並還不會想說要再跟你繼續發展 或說可能並不會想說要跟你的這段關係繼續往下走 因為其實他在看待你這段關係的樣子 他看待你這段關係的一個想法 然後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 你確實會感覺到說他好像真是很有心 然後其實他好像也放不下你 那其實他們他跟你講那些的心事啦 或說跟你講的那些話 其實主要都是一個 一個所謂好久不見的故人 或是好久不見的友人的那種 的感覺的一些話 但是他才是不會提到說自己 現在是不是還有愛你啦 或說可能他也不會去有讓你講 他可能一剛開始的時候 會不小心會講出一些容易讓你誤會的話 但是在久了久之 就是你們在恢復聯繫之後 那如果說你主動去存訊息給他 或說你可能主動關心他 那基本上他就是很容易不讀不回 甚至他會很慢才回你 就是他在面對你的時候 他後面的才去的行為跟動作 其實會變得比較像是 想要跟你保持一段距離 甚至他也不希望說你來干擾到他的生活 他並不會希望說 你這次回來主動聯繫他 然後我們這段關係就是可以 繼續往下發展 或是繼續走 他完全沒有這麼想 他也不會這麼想 他也不會這麼的認為 他反而會把我們這段關係 就是繼續把它冰冰冰在那裡 所以就變成說你後續的話 可能大部分的時間 或是大部分的精神 大部分的精力 都會一直在等待著這個人 給你一些的回應 甚至可能也會在等待說 這個人是不是會有 還會給自己一些機會 那其實對方的話 其實對你 他真的是已經就是 跟你保持一個界限 然後並不希望說 你去干擾到 或是打擾他的生活 他希望說你們的關係 是維持在 一個 一般的 普通朋友的一個樣子就好了 並沒有需要說 再更進一步 因為他覺得 已經過去的事情就是過去 那新的部分的話 他已經有新的人 或是說新的人事物 他要去面對 然後他可能已經開始學習 去接受當下的人事物 他並不會說要去往回看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來看到就是 在於說 你如果說主動去找到 那他的想法會是什麼 下面我們抽到的是 就是戀人牌的正位 然後瑜者牌的正位 以及就是聖杯三的正位 好 這邊的話 聖杯三正位 瑜者牌正位 跟戀人牌正位 其實他就會覺得說 嗯 揚揚會覺得他會怎麼想 就是說你們這次曾經一段 可能他也覺得是一個 還不錯的關係 或是可能是有機會 可以發展的關係 但到最後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其實也是 生命或是宇宙 所 嗯 讓你們去看清楚彼此 到底是不是適合彼此 那他會覺得說 嗯 你們就是終於有有機會 可以好好的兩個人 終於坐下來好好談 或是兩個人真的是可以打打開心 房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假設 如果是你以前比較喜歡他 是你主動去追他 那他就會覺得說 欸 你是我曾經很 曾經一個很喜歡我的人 那我對你來 我只是現在在尊重你 然後也很感謝你 曾經對我這麼好 是曾經這麼喜歡我 但是事實上他也知道說 嗯 這段關係是已經比較沒有機會的了 那如果說你是 是他對你喜歡比較多的話 那就會就是兩個會相反 他就覺得說 欸是我曾經喜歡的人來主動找我 那就是 也很感謝就是你們曾經那一段的時光 那雖然在過去的你們 沒有辦法就是有交往 或說沒辦法的人生 可以一起往下走 但至少在未來的你們的話 彼此間可以或許 可以變成一個朋友 點頭自交也好 或是一般朋友也好 或者是身交的朋友也好 他會覺得說其實 嗯 雖然在過去沒有結果 然後也沒有一個未來 但是至少在未來的話 你們可以兩個人一起攜手相伴 成為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這個我想對於說 比較就是一般人可能也有點難以接受 那對方會是這麼想 但至於他會不會那麼做 就是剛剛雅楊所提到的 他只是會 把你當成就是 他會開始把你們兩個劃分界線嘛 因為他已經把你當成只是一般的好朋友 所以他就不會想說 你們這種關係要再繼續的往下發展 所以你要如果說 雅楊剛剛在前面提到的 第二個的解排就是 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呢 就是你要回去聽那個部分 就是一個是他這麼想 那一個是他會怎麼做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 如果說你剛剛前面忘記的話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前面的時間點 去聽一下 好 以上就是選到這組牌組的訊息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說讓你們有共鳴的話 那也希望可以給雅楊按 幫雅楊按讚 然後分享給需要的人 那如果說有需要 預約個人付費贈卜的話 在影片的左上方 都可以聯絡到雅楊喔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那看到就是選到這一組牌組的朋友 你跟你心中所想的那個人 如果說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那會是如何呢 那我們來看到就是在上方驗證牌的部分 那上方驗證牌的話就是 你們之前的一個感情的狀況 或是相處的情況 這邊的話我們抽到的是聖杯舞 保健酒以及聖杯王牌 那這邊從牌面上話的洋洋 所感覺到的是 你們成績這樣的關係 或許其實是有機會可以往下發展 或說本來是有機會 可能可以交往在一起 或是本來是有機會 兩個人或許可以結婚 或是可以走到更長久 就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一個結果 或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未來 其實並不會是如同現在這樣子斷臉 就是因為你們之間的關係 或許是有出現一些阻礙 而且這些阻礙的話 大部分同行都是來自於第三個人 或是你們兩個以外的人 那些外界的因素 那些外界的原因 然後導致於說 讓我們之間關係 就是後面會破滅 甚至後面就是兩個人之間 就斷臉 或是說可能對彼此之間 都有一些的誤會 那你們兩個人之間 那個第三者的話 有時候可能是來自於家人 或是有時候是來自於 很愛講閒話的朋友 或是說是 有可能是來自於前任 或是可能是來自於其他人 就是說你們之間的這段關係 是因為有其他的因素 其他的事情 然後才導致於說 讓我們這段關係 最後面是沒有辦法 再往下發展 那麼你們這段關係 其實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本來是兩個人都希望說 或許可以克服 或許這件事情的發生 或是說這樣的人的出現在你們兩個關係之中 或許他不是一個 會讓你們這段關係走向一個毀滅 或是走向一個結束的一個關鍵點 你原本這麼想 但沒想到到最後 這個樣這個事情的出現 其實他或許本來就問題就存在著 只是因為你們兩個人把它忽視了 你們兩個沒有留意到 就是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或說這件事情其實在最後面 會造成一些問題的狀況 那最後面的話其實就是隨著時間 然後隨著就是事情的一件事情 一件一件的發生 最後面其實在對於說這樣的關係的話 他因為其實在於說感情裡面的破裂 其實通常如果說撇除掉偷吃 或說撇除掉劈腿 或是說撇除掉一些其他的這種 比較令人炸舌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的所謂的愛情都是敗在 所謂的雞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那種日積月累的不滿 越來越多 然後終於有一天就是爆炸了 就是說你們有一點像是說那種日積月累的東西 然後慢慢的就是那種情緒一直都很不滿 然後慢慢的在能量一直其實都一直有在累積 但是你們都可能沒有注意到 終於到有一天的時候就突然一個瞬間就爆炸 然後就一個瞬間就開始跟對方就是開始變得 越來越討厭對方 或說越來越沒有很想見到對方 那其實你們這段關係其實還是是有愛 但是只是因為真的愛的太累了 然後真的愛的很痛苦 然後就覺得說這份愛真的是還有必要的價值嗎 或說真的是還有需要存在的意義跟價值嗎 那其實你們在過去的時候在對這段關係 就很常會抱持這樣的疑問 其實這個疑問 像有的人是因為對方很不愛自己 然後你們會有這樣的疑問 但是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 對方對你的反應跟好感其實都有 都是一定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就是可能也蠻曖昧的 但是就是會很常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後最後面就會覺得說 這段關係真的會讓你覺得心很累 然後就會覺得說真的是還有必要再繼續下去 就是你很常會問自己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那可能有時候你需要連自己問這樣的問題 你自己也講不出來 自己到底要還是不要 因為你自己也沒有辦法去接受 或是說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很向心來 就是在面對這一段的關係 好 以上的話就是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 你們驗證牌的部分 那如果說符合到的話就表示 這組牌組的訊息是要給你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可能麻煩請你們選擇其他的牌組囉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說符合以上驗證牌部分的話 那你主動聯繫一段連中的他 那會是如何呢 就是可能對方會什麼樣的作為 或是什麼樣的行為 這邊我們抽到的是 前必六的陣衛寶劍國皇后 寶劍皇后的陣衛 還有就是寶劍四的陣衛 那麼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 就是你重新聯繫到這個人的話 那他會用一個比較 他可能會暫時跟你保持一點距 但是他會看你怎麼做 就是說你接下來你跟他主動聯繫之後 他會變得有點異常的 沒有異常的 就看著百姓就很冷漠 那他可能就是有時候在面對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恩阿幾句啊 或者說可能就是會看他心情回復 但是這邊跟第一組比較不一樣的是 第一組會想要跟對方保持距離 不會想要有進一步的 但是你們這一組是 他想看你怎麼做之後 他再決定是不是要進一步 也就是說其實選到這一組牌組的朋友 你們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對方他對你還是有感覺 或說對方可能是真的還把你 納入在他人生未來伴侶的一個考量之內 所以他選擇這組牌組的朋友 對方如果說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他會先看你怎麼做 然後他先就是開始幫你打分數打成績 那如果說有一天他覺得時間到了 或說他可能覺得你的分數已經到了 他覺得OK的水準的時候 那他可能就會才會有所給你一些回憶 但是你前面的話會像是一個人在唱唱調啦 或是可能自己一個人在唱雙黃 就是會變得比較心累 或說真的比較 嗯不知道說該怎麼辦這樣子 那其實對方他是那種外表很冷 就是在對你的態度的話會外表像冰塊內心 就是熱情如火 他可能就是在文字的背後的話 就是會呈現出一種比較開心或是說比較愉悅 但他只是也想看看說你到底會願意為了他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這個人的話其實他都會用思考去想這件事情 比如說他會先靜靜的默默的然後觀察你 那等到他覺得OK之後 那可能或許他才會想要做進一步的行動 然後再考慮說是不是要讓我們賺關係 有機會繼續往下發展 就表示對方其實他是不排斥的 那只是會要比較留意就是 呃對方對於你的話他會故意採取一些看起來好像是在 在玩具你的樣子 好那像就是如果說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那他的想法是如何呢 我們這邊抽到是聖杯2的 啊對不起是聖杯騎士的逆位 然後錢幣5的 錢幣6的正位 還有錢幣9的逆位 好那這邊的話選到 呃就是你們他在之後他的想法的話 他會覺得說這段關係其實他想要就是一樣是多觀察 也就是說其實他的想跟做是一致的 但第一組是兩個想跟做是完全不一致的 這樣子 所以其實呃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 就是唯一的好處就是說 對方他會想著說你們這段關係其實在過往的那些的種種的經歷 然後他也是覺得說失去你真的是一件蠻可惜的事情 雖然他在當下或者說在你們剛開始複聯的時候 他可能還不會想說要跟你在一起 或是說可能暫時還不會想說要給你一個什麼樣的機會 或是說可能也不會想說要給你什麼樣的回饋 但是呢你所做的一切他都會觀察在他的心裡 那其實他在看待你們這段關係跟這一段感情的時候 他就會重新的想要去審視 就是說他不會把自己關在一個象牙塔裡 然後就讓你一個人 雖然一看看的時候你會感覺到說 真的很像是你一個人在唱雙簧 但是事實上時間久了 他他的一些的改變 他的一些的舉動 就會讓你發現說其實原來他一直都在 只是在觀察你而已 他只是在等待一個機會 或者是等待看看你有沒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然後其實他也希望說 你們兩個人之間如果說有機會 可以再回到當初說兩人有機會再複聯的話 其實他會很珍惜你 然後甚至他可能也會想說要多把一些的想法 或是說一些事情的觀感啊 或是說自己的事情 也會想說要跟你分享 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就是你們兩個要先複聯 然後你們兩個人之間的 火花的話真的是需要時間慢慢的去培養 就是不會燒得那麼快 或是說那麼的迅速 那其實選到這種牌子 也有可能你們回去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有另外一半了 就是有會有這種可能性 但是其實也是機率不高 所以還是要請你們要多加留意 那如果說你們回去的時候 他真的是已經有另外一半的話 那你就是等他就對了 等他你就才會有那個機會 因為他們也說不定就是不會結婚 但如果說是已婚就不要回去找 就不要回去找對方了 就是如果 那但如果說對方是單身的話 絕對是更好 那麼你們就是會比較有機會 可以就是變成他的下一任的 戀人或是另外一半 好 以上的話就選到這組牌子的訊息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說讓你們有共鳴 或是對你們有幫助的話 請記得幫羊羊按讚 然後分享給需要的人 那如果說有需要 預約個人付費占卜的話呢 在影片的左上方 都有羊羊的聯繫方式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看到就是選到這一組牌子的朋友 如果你主動聯繫 端連中的他 那會是如何呢 我們看到就是在上方驗證牌的部分 上方驗證牌是你們之前的一個感情 或是說你們之前的一個相處的狀況 這邊的話我們抽到的是權杖八 寶劍王牌還有寶劍二 那麼你們之前的一個相處狀況 或是感情的狀況的話 呃你們之前可能就是 在於說可能有時候一見面的時候 可能就很容易鬥嘴 或是有時候可能一見面的時候 可能就很容易會有一些的爭執 或是說可能會有一些比較不愉快 或是說你們在相處上面的話 可能有時候蠻聚少於多 然後或者是在碰倒彼此的時候 有時候會變得是說 呃相處的時間還蠻短暫的 然後可能呃對方就要去忙他自己的事情 或是說你們也沒有 就是你們兩個實際上 所見面的時間還蠻少 但是你們大部分的話可能都是透過文字 或是說可能是透過訊息 或是說可能呃是透過視訊的方式 來見到對方 那其實對方的時候他在面對你的時候 呃他會變得比較 你會感覺到說他好像有時候 不會跟你想想想要講的特別多 就是你們實際上所交談 或是說可能實際上講那種內心話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好像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距離 甚至有時候你可能想要再跟他呃更進一步的發展 或是說想要再跟他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跟接觸的話 他反而好像就是對你會有一些比較好像在逃避你 或是好像是呃想要試著跟你保持適當的距離 又或是說他好像就是一個比較不容易把自己內心中真正的心思 或是說可能自己真正的想法的話 他不比較不會跟你說 或是說他也是一個比較不容易相信別人的人 所以因此在面對這種關係 或是說這個人他在看待你這種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有那種帶著保留態度 或是說可能都會帶著一些比較 就是在假話上面或是說在態度上面 真的是對你都會有所保留 但是你自己也有感覺到 但是因為你會感覺到的 你雖然會感覺到說對方好像真的是對你有所保留 但是對方有時候對你的態度說可能在對你講話方面上 你又會覺得說好像沒有那麼的呃有距離 就是好像反而也是蠻貼近 就是蠻親近的感覺 所以因此其實你在面對這種關係 或是說在他在面對你的時候 他所帶給你的一些的嗯反應啦 或是說可能是在跟你的相處互動上面 你還是會覺得說我們兩個之間好像也是蠻有細唱 或是說可能也是還蠻有機會的 但是每當你可能想要再更進一步的時候 對方好像就是又會退避三色 或是說好像就是會想要試著跟你保持適當距離 然後就如果說你跟他提這件事情 他好像會講出一些比較冠冕荒唐的理由或是藉口 又是他好像就是好像呃 他也好像又會有那種好像是 就是他在賞賜你 或是說他就是會有帶著 讓你感覺到說好像彷彿你是被他給侵蝕 或是被他給藐視那種感覺 好像是你在求這段關係 但事實上你只是希望說他可以多給你一些的回饋 但是他所給你的反應 或是說給你的解釋跟理由 你會覺得說他好像是在 對你好像就是有一種把你看得很低啊 或是說把你扁得很低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的話以上就是你們這邊驗證牌部分 如果說這邊驗證牌訊息 是有符合到你們當初曾經的相處狀況 或是感情情況的話 就表示這一組牌組訊息是要給你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可能要麻煩請你們選擇其他的牌組囉 好那下面來看到就是如果說你主動聯繫他的話 那麼他會如何呢 這兩抽到是錢幣時的逆位 還有聖杯國王的逆位 以及就是寶劍時的陣位 那麼這個人他所給你的一些的反應 或說所給你的一些的回饋的話 他就是你在主動聯繫他之後 那他所帶給你的一些的 嗯他會怎麼做的話 其實他好像他不太會理你 就說曾經的話他其實會覺得說沒有這種關係 或許是 他真的把你當成很好的朋友 或是說這把你當成是一個可以繼續相信 或是說可能可以繼續發展的好朋友 或者是嗯會覺得說你們這種關係 或許並不一定要有一個未來 但是可以持續的變得就是比較要好 就是說因為這邊的話 也有可能你是來做撤你的前任 或是說有可能來是來做你的同居人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是說他本來就沒有打算說跟你走得很長遠 或說本來就還沒有想到跟你走得很長久 所以那他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欸你們這種關係就是曾經 呃就是已經 就是他曾經那個就是已經是過去了 所以他是現在已經走出來 所以他會給你一些蠻難看 或是說呃在對你講話的部分 或是說可能在對你的態度上面的話 會讓你覺得蠻受傷的 所以這邊無論你們是哪一種關係 反正就是說你回去找這個人的話 那其實這個人他對你的態度上面的話 會讓你覺得很受傷 甚至會讓你覺得你變得更不值得 你變得更加的卑微 就是卑微到塵埃裡面 就是非常的那種 會讓你覺得說真的很傷心的那個感覺 那其實這個人他就會覺得說我們這種關係 其實就是已經是一個過去式 那或許就是他可能曾經有跟你講出一些比較不悅耳 或是說可能真的讓你覺得很難過 或是說真的很難聽的話 那如果說你在回去找這個人的時候 他還會再跟你講一次一樣的話 或是說可能跟你講類似的話 就是會有一種熱臉天冷屁股 那無論其實你回去找他是不是想跟他複合 或是說你是要回去跟他做朋友 或是說你只是想單純的關心他 他也會覺得你很刺耳 然後你很很愛眼 就是說他會用一種非常高傲的態度來去看待你 他會覺得說你就是一個眼中釘 就是你就是一個垃圾 這種的感覺 就會讓你覺得說他真的是太自以為是 然後真的是太讓人覺得很 就是很你會開始 你會完全看清楚說這個人的個性真是很令人唾棄 就是個渣 就是他才是垃圾吧 就是這個人的話 他在面對你後面的態度真是會讓人覺得說非常的令人不齒 好這邊的話就是你如果說回去找他的話 他會這樣子的方式對待你 那他會怎麼去想你們這一段的關係呢 那他想或是說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這邊抽到的是權杖六的逆位 還有就是死神牌的正位 以及就是女帝牌的正位 那麼對方其實就是覺得說我們這樣關係就是一個過去式 然後他會覺得說其實過去的美好他已經把它放在心中了 應該是沒有啦 只是牌面上雖然這麼寫 我是覺得他就個渣淚 那就是對方會覺得說 你們這次那一段美好的過去就是已經過去了 他就是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 你們這件事已經不可能再回到當初那樣子 然後他會覺得說我們這樣關係就是結束就是結束 就是不要再有那樣的 就是不要再有那種糾纏 或是說那種你的瓜葛 他會把它劃分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無論你怎麼找他 或是你可能無論怎麼去賴他 或是無論傳訊息他就是會忽視你 是他可能就是會 如果說他真的煩了就會把你給封鎖 這邊的牌組的話會有這種的訊息 就是如果說你後面真的很煩了 那對方就是一定會把你給封鎖 到不想再讓你來去煩他 就是那種非常自以為是 所以如果說通常面對這種人你越是去找他 他就是會越那種 越想要虐你 然後就是越想要把你踢得遠遠的 他就把你視為眼中盯 所以不如就是反而你真的就是斷聯了 沒有辦法聯絡了 就是結束了 羊羊會借你就是這樣 就是不要再回去找他 因為你回去找他 他就是會反而更加傷害你 然後你又會很難過 你就會更加去否定你自己存在價值 因為他就是個垃圾 你就是不要再去理這個人了 你就是去找新戀情 如果說你真的忘不掉這個人的話 那麼你就是先去認識不一樣的人 或是你先去找多少朋友去喝茶聊天 然後或是多出去走一走 反正關於有 反正跟他有關的任何人事物 通通一律丟掉 然後一律就是刪掉 不要留任何的東西 那如果說我們還在同個環境的話 那你真的很難過的話 很受傷 你就離開了 你就離開那個環境 就是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聯繫 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反正現在已經快要到過年了嘛 那之後大家可以準備換工作了 羊羊會借你就是你們 你們真的可以換工作 不要再理這個人了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選到這一組牌組的訊息 羊羊會覺得說其實也不用再多講 再多解釋 其實就 這個人就是垃圾 雜類 好 以上就選到這組牌組的訊息 那如果說對面有幫助 或是說讓他們有所公平的話呢 記得幫羊羊按讚 然後分享給需要的人 那如果說有需要預約 個人付費占卜的話呢 在影片的左上方 不要羊羊的聯繫方式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